上班交通尖峰骑大车小车超缓慢 大雨疯狂轰炸高雄 人物凤人路严重积水马路变水路 骑车小心骑在路中间 因为路两旁积水超深 就怕骑进去直接屌掐不能动 高雄市清纯大雨来袭 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 高雄人物区雨量最大 至红池周边民宅开始积水 警方直接封路 另外三小时累积雨量破百毫米 包括古山三明子冠跟弥陀区 达到二级淹水警戒 古山区最夸张 积水从高处流下来 黄泥水满布路面 店家拍下积水画面 说很久没淹成这样 大雨的时候 延期好几天就会干净 下得太急了 那他就那边又会淹 这里高啊 哪里低啊 所以他如果不下的话 就连高雄前镇区 渔港路高架桥底下 也出现严重积水 有车子因为底盘低停在水中 不敢继续往前 受到低压带影响 高雄好雨狂炸 气象局提醒 高雄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 还有举步大雨发生的几率 低洼地区更要小心积水 大雨不停 市区恐怕随时淹水 都要提醒民众出门 千万注意 记者金线中 洪富人刘世智 高雄报道